恐怖片《生存指南》第一条 千万不要念出奇怪的咒语 五个女孩正站在镜子前 念着糖果人的名字 传说对着镜子念五遍糖果人 终能被糖果人杀死 女孩们不信邪 跑来厕所召唤boss 寻找刺激 念完后什么都没发生 女孩们笑着背上书包离开 却发现厕所门打不开 其中一个女孩跑回镜子前拿东西 一声巨响后没了声音 另一个女孩听见隔间里有声响 趴下往里面看 鲜血像瀑布一样流下 之后所有人都得偿所约 被糖果人杀掉了 故事的起因是因为黑人艺术家阿伟 刚和牛小美搬入新家 聚会时朋友说起当地的恐怖故事 一个白人研究生来当地做调查 突然发生变异 拿着铁钩到处杀人 还偷走了一个婴儿 当作邪恶仪式的忌痞 人们将它暗倒在地救下婴儿 而研究生走入火堆被活生生烧死 阿伟觉得题材不错 到研究生当年拍的地方取材 举起相机才按下快门 就被蜜蜂遮伤了手 他没有在意继续调查 洗衣店老板大黑告诉他 糖果人的恐怖传说 一个喜欢给小孩子发糖 被警察暴力殴打致死的善良黑人 阿伟顿时灵感大爆发 画出一幅充满痛苦的画作 并用这幅画参加画展 他向评论员解说画作的含义 但没人理解他 认为这都是些陈词烂调的东西 晚上画展老板也跟美女 不停吐槽阿伟的话 他们在镜子前亲亲我我 这时美女口中念出五遍糖果人 下秒脖子就被切开 老板不敢置信 在空旷的房间里寻找凶手 明明没有人 镜子里却出现了神影 电影幕布被不存在的铁钩划破 老板害怕地跑向大门 但门跟轮打不开 看不见的糖果人勾起他的腿 拖到美女的尸体旁边 在镜子里掐死他 第二天警方发现他们的尸体 同时阿伟疯了死的 画着糖果人的画像 一切都很不正常 阿伟找到研究生的调查记录 糖果人是真实存在的 他走进电梯 电梯的每一面都像镜子一样 他抬头往上看 浑身是血的糖果人正看着他 吓得他紧紧靠在角落里 随后阿伟去找了评论员 他的画作因为谋杀案大火 评论员也一改之前的冷淡 对阿伟的话不停唱赞 却连核心思想都说错了 阿伟提醒他要真的明白话 应该试着念一下糖果人的名字 评论员尴尬地笑了笑 心想果然是乡下来的傻蛋 阿伟手上的伤口越来越严重 手指轻切一丝 皮肉分离 他去洗手间找评论员 他走廊看见一面大镜子 他好奇地走近 回过头 镜中的倒影居然是糖果人 这个男人吓了一跳 因为镜子里的人竟然是恐怖故事的boss 阿伟伸出手靠近镜面 对应的糖果人也伸出铁钩 无论他做什么动作 镜中的糖果人都和他一样 仿佛他就是糖果人 在和小美的家庭聚会上 阿伟忍不住扣挖手上的伤口 别人都有说有笑 只有阿伟一脸不开心 听到评论员死在家里的消息 他瞬间明白 评论员在厕所喊了糖果人 阿伟立刻夺门而出 找到习店老板大黑 追问完整的传说 糖果人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风潮般的群体 哪个恐怖片大boss背后 没个悲惨的故事 第一个糖果人也是个黑人画家 和白人家小姐相爱后 小姐的父亲发现 这段不容于世的爱情 派人杀死画家 砍下他的胳膊插入铁钩 同样的痛苦一直在持续 直到21世纪 肤色歧视也没消失 所以糖果人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回到家 阿伟想用布把糖果人的话遮住 小美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阿伟正掉步 说他犯了错 将糖果人唤醒了 小美以为他精神错乱 故意证明糖果人不存在 他走到镜子前 喊糖果人的名字 阿伟着急地砸坏家里所有镜子 让小美抛下他离开 隔天阿伟在画室醒来 取出掌心的玻璃碎片 撩起袖子 手上的伤口已经蔓延到整条手臂 指甲盖开始脱落 食指连心 阿伟痛得直发抖 他到社区医院包扎伤口 从医生口中得知 他既然出生在这里 阿伟很奇怪 回到旧公寓询问母亲 他刚说起糖果人 母亲就拍手让他别说了 阿伟开口问 问什么要骗我 母亲说是为了保护他 想让他像个正常人一样长大 阿伟坚持要知道真相 母亲妥协了 原来他就是曾经被带走的婴儿 糖果人附身研究生 打算用火烧死他 是研究生救下他还给母亲 并和糖果人同归于尽 所有人都以为一切已经结束 约定永远不替糖果人的名字 但糖果人还是找上了阿伟 母亲一直在道歉 但阿伟不想听 不顾母亲挽留离开了家 阿伟回到当年研究生死去的旧城区 这里没有一个人居住 另一边小美回家拿东西 没看到阿伟 打电话问遍朋友 也没人知道阿伟在哪 他到洗衣店找店老板 问阿伟的事 敲了敲门没有锁 小美推开门走进去 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想离开门却被锁住了 他用力敲打门 外面女人戴着耳机没听见 突然身后一个男人把他拖走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被人捆在椅子上 这个男人太惨了 不过是密封遮掌的小伤口 现在半边身体都变得坑坑洼洼的 像风潮一样 不仅如此 他和小美还被人抓住了 抓他们的人就是洗衣店老板大黑 原来他是糖果人的疯狂崇拜者 小时候曾看见糖果人杀人 他立志要制造出真正的糖果人 报复所有刚刚在上的白人们 小美喊着阿伟的名字 可阿伟没有半点反应 大黑转过阿伟的椅子 阿伟身上密密麻麻的伤口 向小美牙齿打颤 趁大黑正在谈糖果人的传奇 小美赶紧拿小刀割手腕上的胶带 大黑拿着锯子走向阿伟 举起她的手压在旁边 一下右一下拉动锯子 阿伟仿佛失去痛觉 眼睛都没眨一下 任由大黑锯断她的手臂 接着大黑打开一个箱子 里面放了一根铁钩 他拿了铁钩插进阿伟的断臂 小美大喊阿伟的名字 大黑用皮带把铁钩和断臂牢牢绑住 再给阿伟穿好衣服 小美总算挣脱胶带 推开铁门逃出地下室 很快大黑追上来 小美掏出小刀 转身插进她脖子 大黑惨叫一声倒下 小美乘胜追击 趴在地上不停用力刺她的身体 突然阿伟出现在门边 小美害怕地举起小刀 阿伟缓缓走向她 小美的手颤抖着拿刀抵住她的脖子 下一秒 阿伟像煤电一样倒在地上 小美抱着阿伟哭着喊 不要死 外面警铃响起 小美抬起头大喊救命 和警察一进来 马上开枪射上阿伟 把小美当作嫌疑人抓上警车 车上警察竟然说 看到阿伟手上的铁钩 没有选择只能攻击她 小美难以置信 接着警察又威胁小美 不赞同就把她送进监狱 小美提出条件 她要照照镜子 警察伸手调整后视镜 小美看着镜中的自己 微笑着念出五遍糖果人 随后阿伟出现杀掉外面的警察 站在外面望着小美 小美闭上眼睛不看她 完全变成糖果人的阿伟 绕着警车走 蜜蜂越来越多 裹住阿伟的脑袋 她停在车头前面 一眨眼就消失了 小美走下警车 看见阿伟杀掉警察 蜜蜂带着阿伟飞上她 小美心中忍不住害怕 蜜蜂渐渐飞走 露出一张陌生男人的脸 让她把糖果人的传奇 告诉所有人 只要种族压迫 产生的恨意不消失 糖果人的杀戮 就会继续出现 制造更多的悲剧 好了 今天的电影 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